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对反常疾风做一些例子的介绍 下面看第五个例子 这个例子上一堂课我稍微提了一下 大家还记得吧 当然这个例子如果是一般的标准的做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分式 有理分式 标准的做法是要因式分解的 分母上因式分解然后拆相 那么这样做的话 如果拆相的话 分母上一看就知道了 分母上会产生1加x平方 那么拆相的话 分母上可能是ax加be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二次式 分母上二次式 所以分子上可能是个一次式 然后拆开来的话 这个1加x三方会拆出1加x来 那么上面可能有一个a2 一个常数 然后呢 这个拆分 因式分解还有一项是 x平方 减x加1 对吧 那这个上面呢 可能还有一个ax三加be三 对吧 那拆开来这个样子 反正是这个样子 分子上当然这些东西呢 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这些数 有一种呢 就是可能就靠观察 拼凑出来 另外一种呢 就是带定系数的两边 最后因为这个东西 最后总归等于 这个1加x平方 对吧 1加x三方 总归是等于这个了 那么根据左右两边是横等式 对吧 最后来定这个 a1比1 a2 a3比3 当然这一看就知道挺麻烦 对吧 不是很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件工作 对吧 这个拆项是挺烦的 所以呢 这道题呢 我们 有的时候啊 就定系数的体 常常会有一些 你想不到的一个 某种意义上 可能比不定系数 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可以应用 比如像这个小题就是这样 那么你看 我们这个地方 这应该是x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有这样一个维分公式 对不对 好 那么所以我们这道题的做法呢 请注意了 这个第五小题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做这个变换 那么好 原来的式子 那么做什么变换呢 那也就是t等于 因为它维分后边去是 rc tangent x 那么就做这个变换 t等于rc tangent x 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x等于t了 简单说就是x等于t 那么好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谁了呢 好 首先这个0当然还是0了 0还是0 没错吧 因为注意了 这是x等于t c tangent t 那么这儿是x等于0 t当然也是0了 好 然后呢 x去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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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去哪呢 你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来 x去无穷 显然t去2分之π 你看 这也是反常季风里 有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就怎么样 你做了一个变换 最后把这个反常季风 变成不反常了 它变成一个普通区 就是一个普通的定季风了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跟这个变换有关 因为你这个变换的区间 在原来这个季风区间 在这个变换下变到了 对应到了一个有限区间 好 那么下面看一看 谢谢 那么 1加x平方分之1 dx 那就是dt 里边还有什么呢 里边1加x参方 就是1加tan t的三次方分之1 那么这个式子表面上看起来 当然好像还是不太好接分的 但是呢 我经常说过 我也 以前也说过 这个三角函数接分啊 当出现的这个表达式啊 咱们觉得不太好处理 一个常用的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画成sine cosin 因为sine cosin 我们是最熟悉的 无论在这个初等数学的范畴里边来说 或者到我们这个t分里边来说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那咱们就把它变成sine cosin吧 0到2分子π 没错啊 那么显然分子分母都成谁 都成cosin t的三次方 那就cosin t的三次方 加上sine t的三次方 然后分子是cosin t的三次方 d t 说到这一步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成事相似 是成相似 对吧 好像好像见过 见过没有 见过没有 很多同学都笑 见过吧 本来我介绍一个题字 几次方 四次方 当时我就说了 那个题啊 次方无所谓 哪次都一样 只要做一个小小的变换 就能把cosin变成sine 那么好 这俩加起来怎么样 那就是一结封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四分子π 区间长度的一半 没错吧 所以这你看 这就是定积分有的时候有这种好处 但是不定解封这一套题如果是不定解封那你不行 你不可能这样做 不可能这样做 就是你做你变成这个形式了 你怎么样 你还得往下做 那这还是不好做的 好 下面呢 看一道应用题 一道题好像大家看来怎么搞的老是干嘛呢 天使 天使知道吧 有翅膀的 圣经故事 圣经故事里是Gabri Gabri是什么人呢 上帝的信使 其实他是上帝的门徒了 是一个 在圣经里边是个 故事里边是个大天使 他呢 他据说他是站在天堂门口的 在天堂门口 从传递消息的 传递消息呢 他有一只号角 号角 号角知道吧 你看那个 那个吹的那个号角 假设这个号角据说 这个吹起来的时候是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宣告这个 世界末日怎么来了 这玩意不大 这个号角的曲线呢 圈面 圈面是 你想 这个号角必定是很长了 必定很长 从天堂到 到人间能传递 对吧 这长得不得了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曲线呢 Y等于X分之一 一道无穷 你可以想象了 从天堂到人间 那不 非常遥远 非常长了 这个号角 好 那么 Raw XO旋转 产生的 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号角是这样一个曲线 旋转而成 试图这个号角的侧面积和所为体积 很简单了 对吧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个题 当然是一个有趣的一个 用一个故事的形式来介绍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 号角呢 是一个 曲线 是一个 Y等于X分之一 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 好 比如这地方是一吧 那么好 Y等于X分之一 那就从这儿开始 好 我们把这个 一个单位稍微大一点 太小了 看不清 这个曲线 那么 让XO旋转 好 那就行了 是吧 不是跑过面 旋转 旋转面 对吧 旋转 曲线旋转出来的 旋转面 好 那么 那么当然后边是离XO越来越 非常近了 这样一个号角 当然无穷远了 一直生长 非常长的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算两个东西了 一个呢 算它的侧面积 对吧 侧面积大家还记得吧 侧面积是切分 对吧 2Pi Y Ds 我们一开始讨论过的别的 Dx就不对了 Ds就对了 对吧 好 侧面积 A 侧 侧面积 等于这个 那么从哪儿到哪儿呢 显然从0即到正无穷了 一即到正无穷 一即到正无穷 没错吧 好 写出来 一到正无穷 2Pi 2Pi Y谁呢 Y等于X分之 X分之一 X分之一 对吧 Ds是什么呢 Ds 那Ds呢 就是根号下 1加 Y一撇谁呢 Y一撇是 负的X平方分之一 没错吧 好 那么就是X四之方分之一 平方嘛 Y一撇的平方嘛 对吧 Dx 那这个结分啊 当然看上去 一看就知道 不是很好结分的 因为这根号里边出现这东西 当然可以移出去 开方开出去 里边出现根号 X四之方加一 可以记住吧 反正用 比如说 设这个根式等于 等于T啊 可以尝试 当然肯定很麻烦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结分到底怎么样 大概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显然 根号 一加 X四之方分之一 毫无疑问 大于一了 那是没问题的 因为X大于一嘛 所以这里边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怎么样 这个里边显然 就是倍极函数 显然大于里边这个东西 请注意 这个 2X 2π除以X 更好 一加 X四之方 没错吧 这个东西显然大于 X分之2π的 这是不用说的 对吧 那么好 这个定义什么定义的 这个 这个东西是 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道 上面是一道笔 对不对 是求这个结封了 对吧 这个式子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式子 上面这个式子 实际上是 求结封了 2πX 更好这个东西 1加X四方 X四方 DX 没错吧 那么好 如果我们在 不求结封以前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式子就大于谁 大于一道 B 两π 乘以X DX 那么这个圆函数 可以找出来的是 两π 常数 logB 减去 log1 log1不要写了 零了 对吧 那这个式没问题的 好 那这个 就这个式子 那么显而易见 这个结封式是大于 这个式子的 那么当B 去无穷 它怎么样 它当然去无穷 它是去正无穷 所以这个式子怎么样 这个式当然也是去正无穷 没错吧 B 去无穷的时候 这个式比它还要大 它已经是正无穷了 它当然更是正无穷的 所以请注意 这个式子实际上是肯定 显而易见的 肯定是正无穷 没错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发散的 或者说 侧面积 算出来是无穷大 对吧 理由就是下面这个理由 好了 咱们来算算它的体积 或者说它里边所 它所为的体积 对吧 体积 那等于谁呢 那就是好 当然也是一道正无穷了 侧面体的体积 大家还记得吧 π y y 平方 dx 一道正无穷 一道正无穷 π y 是 x 分之一 所以是 π写在上面吧 x 平方分之一 dx 原函数可以解出来 这个比较简单 π x 分之一的原函数 负的 x 分之一 下面是一 上面是无穷 什么叫无穷 就是这个函数 x 去无穷的时候的极限 对吧 正无穷带进去就这意思 求极限 那么 x 分之一求极限 显然是零了 一带进去的 那当然就是一了 前面有π 负的 体积是π 这还是很有意思 为什么有意思呢 这个东西你看 是一个无穷的侧面积 却包含了一个有穷的体积 侧面积无穷的 但是它的体积其实有穷 这个上帝跟这个Gabry说了 他说哎呀你这个号角 用了好那么多年了 里边可能有点秀吧 这个给它 或者是度一度金 或者用金器涂一涂 对吧 可以亮一点 里边也好一点 里外层都会涂一下 按照这个计算 这Gabry要弃的话 怎么用多少弃 他都弃不 没法弃了 对吧 但是呢 有人说那行 我给你给你点气 你倒到里边去 一下倒都灌满了 为什么 想一想 挺有趣 按照理的这里边气 你真的气 无穷啊 但是往里一倒怎么样 倒满了 这是一个 当然一个小故事 数学故事 数学里经常有这种事 这个计算一下第二宇宙速度 在地球的表面发射火箭 发射火箭 出速度多少才能够脱离地球的引力 要多少呢 才能脱离地球的引力 这个是可能大家中学里就知道了 十一点几 对吧 我相信中学知道 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呢 咱们来看一看 那么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难了 也不难 大家知道 我们如果是简单的来说 用这个 我们这个中学里的物理知识 其实就已经可以知道 对吧 我们知道 之所以这个火箭 离开这个地球 脱离地球 要飞那么大劲呢 它主要是要克服地球的引力 对吧 万有引力 我们假定这儿是地球的表面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坐标系 建立一个坐标系 假定从这个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当然这个地方是地心了 这个地方是 大概地球的半径 对吧 地球的半径的 R 地球的半径叫做R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坐标系 它是锤子与地表的 好 如图建立一个坐标系 凡是解决实际问题呢 一般说来都要建立一个坐标系 建立一个坐标系 那么好 这个点就是圆点 这一点 这就是X轴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 它脱离这个地球 脱离地球 主要是克服了万有引力 那么它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火箭当然就做工了 火箭的这个动力 它就做工 它工就在燃于它的速度 它飞坏的速度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它做工做了多少呢 那请注意 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中学物理就知道了 这个做的工 DW DW 等于什么呢 就做 好 我们看看 就从X到X加DX 一小段了 这小段它做了多少工 它做的工呢 就是历程上 距离位移 没错吧 力是多少呢 好 万引力 极 万引力常数 大M 地球的质量 小M 火箭的质量 除以 但整个地球 地球对它的引力 那么当然我们就采取一个它的地球的自新 用自新的来 否则这个各个地球的各个地方对它的引力当然不一样 对吧 但是当距离充分远以后 我们也可以把地球理解为是一个支点 那么好 就从它地球的中心到这个距离是X加上地球的半径的平方 这就是万引力了 没错吧 万引力 好 乘上这个它的位移 位移多少 位移DX 好 那么那当然很容易解封了 那么总的做的公式多少呢 那当然就是零 从这个R到正无穷 地球表面 0到正无穷 0到正无穷 对吧 干嘛倒是无穷呢 其实总归是有限的了 反正就是你做的总数吧 大概这个数 好 那么就 G-M-M-X加R平方DX 这个解封当然也很好 可以解出来 G-M-M 这个原函数出来了 负的X加R分之1 负的 对吧 很好解 下面是零 上面是正无穷 那什么意思 就是上线往里带 就是这个式字求极限 那么显然分母上是X加R X正无穷 零哦 好 然后是把零往里带 那一下就看出来了 所以这个式字 这个式 G-M-N-R 对吧 做公数 就要这个数 那么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 我们要定一下这个 定一下这个级 那么如果X等于零的时候 X等于零的时候 X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说到的地球 这个引力是多少 这个引力是 我们知道是 那么好 那么还是按照这个公式来看 这个引力就是 F 这个F F呢 用这个公式的话 就是G 大M小M 好 那么X等于零 那就是R平方 没错吧 好 但是这个时候呢 同时我们知道 这个力呢 很等于MG的 MG 没错吧 就是这个它 在物体表面 它说的引力是这个数 这个G约掉了 这样一来以后 我们这个W就可以等于 W就可以等于 那么这个相关的常数 如果约掉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G可以换掉它 这个大G就可以换掉 那么就等于 这个一向一过来 对吧 一向一过来 这个大G呢 就等于 好 就等于R平方 R平方 对吧 乘上需要 这个G 除以这个M 除以这个M 那么好 除以这个M 和这个M约掉了 那么这儿还有一个 M 它是R平方乘以G R平方乘以G 对吧 R平方乘以G 好 这就是 下面有R 没错吧 R平方乘以G 除以大M 那么它就是R平方乘以G 除以大M 大M和大M越掉了 还有一个小M 对吧 好 就是MG MG 乘以R 好 那么也就是这个 做的总的功 可以用这个数字 那么另外呢 请注意 我们知道 客户这个 重力 所做的功 源于谁呢 源于火箭的速度 源于火箭的速度 当然现在实际上 火箭也不是一级火箭 有多级火箭 那么咱们简单的 比如说这个 实际上也就是 在当初那个时候 比如古典力学的时候 那么它认为就是 如果是一级火箭 要把它 要能够离开地球的引力 那么显然这个 动力二分之一 MV平方 那就是火箭 由这个燃料所产生的动能 那是产生的速度 以后动能是这个数 那它应该等于谁呢 应该克服它了 其实应该大于它了 要克服这个 所做的功 没错吧 好了 那这样一来 我们马上可以看出 这个V应该怎么样 V应该大于 根号下 连 二 对吧 M约掉了 R级 R级 那么把相关的数据 带进去 对吧 这个半径呢 大概是6400公里 对吧 这个级呢 我们当然也知道的 对吧 好 那么这样最后就算出来 就可以算出来了 可以算出来 这个数字呢 大概是11.2 11.2公 每秒 千米 大概这个数 可以算出来了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 我们可能在中学就知道了 第二语就数 就是这样 好 那么这是两个小题 小题 主要是应用这个反常气风的 好 下一部分呢 我们就要到 第二个内容了 无界函数的反常气风 前一个反常气风是 气风区间无界 无穷区间到无穷了 现在呢 是 区间还是有界的 接风区间还是有界的 怎么样呢 函数出现问题 函数出现区无穷了 比如像刚才那个 y等于x分之一 在x等于零附近 不是区无穷了吗 那么按照我们 接风的原先 讨论这个可见 函数的可及性 都是讨论过 函数啊 要能接风的 应该是有界的 是吧 有界的 那现在无界函数 怎么接风呢 反常接风 那反常吧 不是正常的 不是我们以前讲的 那种普通概念下的 好 fx在比的左邻语无界 中常称比为狭点 狭点 你看 名字取得很好 狭次 小毛病 对吧 小毛病 有点小毛病 怎么样 到这地方 跑到无穷去了吗 跑到无穷去 这地方就 咱们计不了分了 不是有点小毛病吗 对吧 认给y大于零 fx在a到b-ε是可及的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b 这地方a 函数曲线怎么样 函数曲线可能是a 这地方跑到无穷去了 跑到无穷去 在b这个附近 跑得非常远 但是呢 只要退回来一点 只要退回来一点 只要往回退一点 这一段多少 这段y 那就是y 就是很小的数了 只要退回来一点 就可以结封了 对吧 你看 那就可以结封了 a到b 退回来一点 这一段 这个地方是b-ε 那就能结封了 只要退一点就能结封了 哪怕你退的再少 任意的 e 退一点 0.01 0.0001 哪怕再小 只要退一点就行了 就能结封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就定义这个 无界函数的结封了 a到b怎么样 b本来b-4 这地方要去无穷的 对吧 没有定义的 实际上 这个fx怎么样结封呢 就结封成 y去0 这地方去0 最后 求出来 这个 a到b-ε 这个结封 到底它存在不 这个极限有没有 这个形象就是个 变上线结封了 因为y去0嘛 那么上线再变了 对吧 这个结封值有没有 有怎么样 可记 有的时候就称为 f在ab是反常结封 这个f 就把这个东西 称为反常结封 好 那么如果这个结封存在呢 这个叫反常结封收敛 当然如果不存在呢 叫反常结封发散 还是一样的 好 那么当然类似的 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定义的是 右端点了 对吧 左端点怎么样 可以类似的定义 同样也可以定义 这个我就不 我想不用说了 那么 如果有一点特别要小心 如果狭点 就是出问题的点 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奇点 奇 奇怪的奇 也叫 有的时候叫奇点 奇点 就是这个地方的性态 出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 奇性 有的叫奇性 狭点 这个狭点 如果正好在 接风区间内部 有的比如说 一个接风区间ab 它里边有个狭点 就是这一点 怎么样 附近s函数区无穷了 那怎么办呢 请注意 这个时候你必须把 这个区间怎么样 一分为二 左右分开讨论 这种情况 特别要小心 有的时候不注意 没有注意到 怎么样 就把它当普通 喊出了 因为两头没问题 两端没有问题 它在当中 你要讨论的时候 必须分为 两个区间来讨论 两个反常去分 一个是左端点的 一个是右端点 这样讨论以后 两个都存在 才可以说 这个反常去分存在 计算法怎么计算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样了 因为就是 就是那个 A到B减Y 那个接风 把它算出来以后 求极限嘛 所以咱们可来看一看 这就很简单 如果Fx是大fx小fx的原函数 那么好 看一看 牛总来不离子公式了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个B 就可以看成是个变的 B退回来一点 B退回来一点 对吧 B退回来一点 好 那么B退回来一点 你请注意 你现在想象这个B怎么样 B再退回来一点 退回来一点 好 那么Fx就可以 这个接风就可以做了 做出一个原函数 就A到B 这是牛总来不离子公式 对吧 请注意现在这个B 你把它想象成退回来一点 不是真的到B了 那么这个B最后要往里带 怎么带呢 求极限 B求极限 x 就是这个B怎么带呢 这个B本来是 请注意 这个B实际上是已经 从 因为这个真的B点是 是有问题的 狭点 对吧 所以这个点 能不能往里带呢 不能带怎么办呢 求极限 求极限 好 这和那个无穷区间的 那个接风感差不多的 反常情况差不多 下面我们就来举例子了 先看这两个例子 但也比较简单 这个问题的难度 主要不是说难了 主要有的时候容易疏忽 容易疏忽 什么问题呢 往往比如说 像这个 这个狭点在区间中间 没注意到 漏掉了 实际上这个点要拿出来讨论 这个接风有的时候 根本就不收敛 好 看一下 第一个小题 很简单了 那就是说 从上面这个计算法 告诉我们 咱们做就 按照正常的做法 做就完了 一开始 就是这个B 我们想象 上接风线 这个有起点的这个点 我们想象它 我们把它退回来掉了 退回来就正常做了 好 那么就做吧 比如0到1 请注意这个地方 0是有问题的 0照道理是不行的 对吧 x等于0不行 没有定义的 靠近0是去负无穷了 现在我们不管它 采取什么办法 当然分布接风方法 好 原式 等于 对吧 分布接风了 那么这个我们已经 这种类型的见过不止一次了 U V怎么样 V已经到位了 V已经在文化后边了 好 U乘V 下面是0 上面是1 减去他们俩换位 0到1 x出来了 x出来了 logx到维方后边去 9倒数了 就是x分之1 dx 没错吧 好了 现在 下面是当然好做了 下面请注意 这个式子写在这儿 什么意思 0带到里边是 没有定义的 对吧 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 好 就是 一线网里带 一线网里带 当然很简单 那就第一个就是 一网里带 那就是0了 减去 极限 x去0 什么叫0网里带 就是x去0 然后这是x乘 logx x乘 logx 怎么做呢 把x写在下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0乘无穷型 所以咱们要变形了x的负1次方 x放到下面来就是x负1次方 没错吧 咱们这俩层是0乘无穷 变成无穷比无穷 好 这就好了 然后后面是太好做了 一结分 那当然就减1了 没错吧 好 下面 求吧 求 求这个极限 求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我们来算一下 罗比达法车了 罗比达法车 好 一求 0不要写了 负的 对吧 它的极限是x分之1 x分之1 它的极限 x的负1次方 就导入 好 那就是负的 负1写到前面 负1写到前面去 变成x的负2次方 x负2次方 请注意 x负2次方 就是x平方到上面去了 没错吧 好了 后面再减1 那么这个极限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x去0的 那显然一约下来 是个0 没错吧 就是你看 本来好像没意思 没意义吗 你看做出来了 可以做出来 分布去分 一开始把它按照标准的 方法做 不管它 当然要圆函数出来 要往里求了 求极限 不过这个地方呢 有一点我要说一下 说我说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第二个极限很好求的 第二个很好求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0和1 这个0往里带 0和1往里带 没问题的 不出现问题的 如果这个地方 这个0往里带 做出来 这个0往里带 也有问题 那么请注意 这两个有问题的 要放在一块讨论 要放在一块 因为你这个圆函数 是这俩在一块讨论 一块考虑的 所以在一块做 现在没有这问题 这个地方0点没有问题 那就好了 只有它要讨论 它要求极限 好 下面看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 那也很简单 对吧 好 原式 那这个当然就是收敛的了 已经收敛了 对吧 收敛到这个数了 那下面也同样 对吧 原式等于 这个当然也很简单 x放进去了 x放进去 变成1分之1 对吧 那就x平方 对吧 放到里边去了 1分之1x平方 那么后边呢 我前面下个负号 对吧 你看 dx平方 2分之1 对吧 好 前面加个负号 那么外面来个负号 再来个1 那就行了 一随便加就行了 负2分之1 好 这个本来是 1解x平方的 负2分之1次方 好 就出原函数了 因为我们已经 凑微分 已经凑好了 把它看成u 下面就是u的2分之1次方 就是u的 负2分之1次方 变成了 u的正2分之1次方 除以2分之1 除以2分之1 那当然了 这就约掉了 好 下面 圆寒 写方圆寒数 是0到1 0到1写 2分之1 2分之1约掉了 对吧 好 那么就是负的 1减2分 1减x平方 平方 平方的2分之1次 下面写0 上面写1 又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 我们做这个 辖阶风 有的时候叫辖阶风 就是 有 区间是有界的 无界函数的 这个 反常阶风 原函数 就是背界函数 是无界函数 但是原函数 做出来 你看 有界函数了 它没问题了 也是常有的 那么当然简单 往里带了以后 0往里带 是1 1往里带是0 所以是1了 这请注意 这是常有的情况 常有的情况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